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5月7号星期五 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 日前 澳洲国家安全委员会签署一项协议 临时禁令一旦取消 澳洲政府将开始安排航班 撤离滞留在印度的澳洲公民 据了解 第一架撤侨航班将于5月15号 禁令解除之后立刻启程 由澳洲飞往印度 此套航班预计将能带回200名澳洲公民 所有从印度返回澳洲的公民 都将被安置在达尔文市郊区隔离 据悉 有900名澳洲公民被列为弱势群体 而该群体将优先被考虑接回澳洲 他们在成绩之前 需要提交两份新冠阴性检测报告 数据统计 目前约有9000名澳洲人滞留印度 上周悉尼东区确诊两例新冠病例 一例是50多岁男子 另外一例是其妻子 据了解 这两例病患感染的是 印度变种病毒B1617 这也是澳洲首对在本地感染的 此类变种病毒的病例 该种病毒去年10月在印度首次被检测到 最初被称为双突变体变种病毒 据了解 悉尼感染的这名50岁男子 与一名来自美国的回国旅客有关 但目前尚未发现两人有过接触 新州卫生厅表示 目前社区内至少有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 近日澳洲联邦金融部长博明汉表示 尽管目前澳洲疫苗接种工作正在进行 但是全球疫情依然严峻 抗击疫情工作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澳洲很可能明年会继续关闭国境 不过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 澳洲联邦政府目前正在推动一项计划 允许接种疫苗的澳洲人赴海外旅行 回澳之后免隔离 莫里森称当前正在对这项措施进行协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